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是大雁和 大雁和我的保姆 这个在中学的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接触过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不再做详细的讲解 只是做一些补充 和诗歌建设方法上的一些提示 其实技术诗是用比较平时 自然的笔触来写的 可以用一个词叫情真 词素 其实用的那种语言很扑素 但是感情非常的真实 里面没有什么奇异的想象 也没有惊人的记忆 写的就是自己保姆 自己对那个保姆 对养母那种诚实的感情 当然里面也带有 眼神开启 就是带有劳苦人民的那种命运的一种哀叹 对人事言良的一种铠叹 一切那些都是非常自然的流泻 所以我们读这个诗的时候 要把握它的基调 就是平时的 自然的 真切的 也可以给它一个命名叫现实主义的风格 这种诗 它一般来说给人的感情的冲击力 读一首诗往往都有种冲击力 像大雁河这样的诗歌给人的冲击力 跟一般的现代派的诗歌不一样 跟这个郭沫若那样的浪漫主义的 那种诗歌的冲击力也不一样 它是通过一种非常扑术的 内涵的这种形式来达到的 大雁河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农村妇女 她的出身是贫贱的 相貌甚至是丑的 她受到的苦 她的生活 甚至她的死 在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中 都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 非常普通的 但她是私人自己的保姆 私人对她有那种诚实的眷恋 记者过了几十年了 爱卿回乡的时候 都还要去看她奶妈 就是保姆的坟 在很多集会上 每当有人朗诵大雁河 爱情还会掉泪 所以这种感情 这种是非常真实的 也是私人的那种 自情的那种表现 这也是借助诗感人的地方 所以我们已经读过太多 再没母亲为内容的诗 因为母亲 爱 这都是永恒主题 我们读了很多了 但大都很难达到像大雁河 这样感人的程度 为什么 真实 下面我们就来 重点来读一些段落 然后呢 我们就是回顾一下 做一些渐爽 好吧 大雁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阳西 大雁河是我的保姆 这是第一段 很朴素的 就讲这个身份的关系 我是地主的儿子 我是吃了大雁河的奶 而长大了的 大雁河的儿子 大雁河已养育了我 而养育了她的家 而我呢 是吃了你的奶 而被养育了的 大雁河 我的保姆 这个是一堆母亲 保姆 是当初是自己的母亲一样 那种感情 那种身份 两个阶级 它是交叉的 你注意这段 第三段 大雁河 今天我看到血 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血压着的 草盖的坟墓 你的闭关了 关闭了的固积沿途上 孤死的瓦飞 你的被点压了的 一丈平方的岩地 你的门前 长老青台的石仪 大雁河 今天我看到血 使我想起了你 你看这个 游井生琴 这个之间呢 就你们注意啊 它旋起的这些异象 你看坟墓啊瓦啊 岩地啊 石椅子啊等等 在下雪天看到这些东西 联想到这些东西 事实上就想到了 过去 他的保姆 他的奶妈 带着他过的那种生活 也是写出了 诗人的感情 你们注意 他选起这些细节 这个细节 写得好像坟墓啊 这个岩地 都带有诗人的一种回忆中 一种感情 是吧 在下一段 这里你看注意 很多这个牌笔记啊 写的是 注意它那种典型的细节 那种感情寄托 在你用厚大的鼠掌 把我抱在怀里 扶摸我 扶摸我 在你打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弃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了饭已经煮熟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在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 为三腰的荆棘 扯破了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子被砍 被裁刀砍伤的手 包好之后 在你把父儿们的 衬衣上的狮子 一颗颗的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 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 把我抱在怀里 扶摸我 你看那么多排比 在你 在你 那一般用散文的记事 在你什么什么之后就完了 它是并列的 所有这些都是生活情景 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细腻的 一个回忆 里面带着温情 带着眷恋 非常动人 非常感人的一种描写 其中第七段 我再看看 大雁和为了生活 在他又是这样 在他流进了他的乳汁之后 他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 劳动了 他含着笑 洗着我们的衣服 他含着笑 滴着菜篮到村边的 接冰的池塘去 他含着笑 切着冰屑 激缩的萝卜 他含着笑 用手掏着猪吃的麦槽 他含着笑 散着炖肉的炉子上的火 他含着笑 背着团骑到广场上起 晒好了那些大豆河小麦 大雁和为了生活 在他流进了他的乳汁之后 他用抱过我的双臂 劳动了 你看写这个这段 第七段 你写这个大雁和 他这个 在记忆中 这个奶妈 他的生活 包括他那些劳动 您注意啊 这一切都是那种 沉重的生活负担 但是大雁和呢 是笑着 很乐观地 去应对 他有一种悲激的力量 他其实具体写的 这是梦 是吧 是梦 所以 接下来我们很快看 像第十二段 最后 大雁和 今天你的乳儿 就是你的儿子 是在狱里 在监狱里面 写着一属 承给你的赞美诗 承给你黄土下 紫色的灵魂 你们注意啊 为什么是紫色的灵魂 色彩 承给你拥抱过我的 直升着的手 承给你 吻过我的唇 承给你 泥黑的 温柔的脸颜 承给你 养入了我的乳房 承给你 儿子们 我的兄弟们 承给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雁和般的 保姆和他的儿子 承给爱我 如爱他刺激的 儿子般的 大雁和 这个最后 这一段 带有一种 大地母亲 那种象征的意义 就把诗歌 我个人的 对母亲的感情 拓展了 升华了 带一种象征性 所以这个 大雁和 我的母亲 你这个一共十三节 我们阅读的时候 应该沿着 诗人的回忆 怎么想他的母亲 他的奶妈 这个一个个生活的场景 这样下来 另外也应该注意 欣赏他的散文美 全部用抠语来写的 是吧 而且呢 这个 他的章节 是比较自由的 主要追求一种 内在的节奏 他不是外在的 怎么讲 那个格力 内在的节奏 非常的感人 我们再读一首 非常有名的 《我爱这土地》 这首诗是在四十年代 战争中 广为传畅 年轻人都能够背诵 是一个写的 你想想 在那种抗战 那种环境中 我们民族 我们国家 面临着生死存亡的 这种状态 我想到我们民族 那个多灾多难 那种艰苦 但是要抗争 要奋斗 要复苏 那么这种神 寄托了 这样一种感情 那么对我们 这个 祖国的一种感情 那么写 祖国的诗歌 也是太多了 但也是 像爱情 《我爱这土地》 这种诗歌 这样感人的 并不是 非常多的 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 嘶哑的喉咙 歌唱 这被暴风雨 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 我们悲愤的河流 这无仔细地吹刮着 极怒的风 和那来自临间的 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蚁毛也腐烂在 土地里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 常寒泪水 因为我对这个土地 爱的深沉 所以这个诗很短 这个爱国 这本来是一个 比较初向的东西 怎么表现呢 这么短的诗歌里面 你怎么写 这写我们祖国 多么伟大 历史悠久 等等之类 不一定能够把感觉 表现出来 但是你看他这里 用非常鲜明的 但是蕴含着 诗人的感觉 他的想象 他的发现 那些形象 把他并列起来 把他表现出来 你看 暴风以打击着的土地 他爱这个 想到 祖国那种命运 历史上的 那么多的灾难 那种曲折的命运 暴风以打击着的土地 永远汹涌着悲愤的河流 民族的感情 激怒的风 很有温柔的黎明 来自林间的温柔的黎明 又带有理想 其中有那种 那种复杂的感情 都寄托在里面 最感人的就是 我死了 连蚁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人有蚁毛吗 没有 好像是一个鸟 前面说 假如我是一个鸟 用嘶哑的喉咙来歌唱 那感觉 对祖国的感觉 是一种自行的一种表现 所以最后这两句是点题了 中间隔了一段 为什么眼里长寒泪水 因为对这个土地爱得深沉 所以像这样的诗歌 确实是你想想 特别是在那样的年代 都这样的诗 那么过人的感情 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块 是起到了一种 非常激励的一种作用 我们再念一首 是鼠推车 这首诗写得也非常好 就刚才说了 这个诗人到北方去 到投奔革命 那么他在经过黄河的时候 写了这首诗 他想象黄河的冬天 断流了 干烈的河床上 农民推着鼠推车 滋压滋压的走 那种孤独 那种比赛 那种贫困 给人家感觉造成那种艰难的道路 跋涉 那种悲哀的感觉 通过这个鼠推车 这个形象表现出来 你们还要注意它的色彩 它的线条 它所构成的那种悲凉的感觉 这诗也不长 在黄河流河的地狱 在无数的枯官了的河底 鼠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发出 使阴暗的天穷 金蓝的奸鹰 穿过了寒冷与寂静 从这一个山脚到那个山脚 撤想着美国人民的悲哀 在宾夕宁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鼠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画在辉煌土层上的 深深的折疾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到那条路 交织着北国人民的悲哀 这诗你看 它写的是北方 北方鼠推车是常见的 一种工具了 运载工具了 那么鼠推车 在通常眼里没有什么 这很普通 但在私人眼里 它是负载是非常重的 是吧 它是非常艰难的 非常悲凉的一种意象 所以这些诗呢 都是寄托到私人的感情 所以我们呢 上面讲了以后 对爱情诗歌 他喜欢写土地 鼠推车其实也是土地 喜欢写太阳 这个基本的意象 有一个基本的主题 都有一个比较明细的了解 所以呢 这样呢 我们对爱情的诗续 通过他的意象 我们对他的诗歌的情绪 叫诗续 也就应该有所了解了 爱情的诗续是什么 诗歌里面经常表达的情绪是什么 或者说主调是什么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是忧郁 是一种农民式的忧郁 就农民那种凄苦的生活 所扰成的那种忧郁感 所以诗中不断出现的那种悲哀的北方 那种薄雾弥漫的旷野 包括像刚才诗里面 那独人车 鼠推车发出是天宫 是天穷 金兰的奸英 给人的感觉都是很忧郁的 是吧 所以诗人呢 他自己也说 他的诗里面有 渐血的俊颤 你听听那个 鼠推车的奸英 好像带有写诗似的 他自己说是诗雅的歌喉 我像一只鸟 又有诗雅的喉咙歌唱 甚至在昂扬的号声中 也有带有千细的写诗 这个有首诗叫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也是写得非常好的 战争时期写的一首诗 写出了人民的灾难 国家民族的痛苦 是吧 所以这首诗在当时抗战时期 也是到处传操的 也是充满了忧郁 但这个忧郁 不单单是爱情过人的感觉 过人的忧郁 是整个民族一种忧郁 所以诗人呢 爱情呢 他敏感 他不像一般作家 在抗战初期 就去写那种盲目 乐观的那种诗歌 或者战歌 是吧 当然他的诗歌里面 也是有热度 有希望 有理想 但这个相比较来说呢 爱情这个诗人 在抗战很多诗人里面 他是更加深沉的 对生活是有沉重的思考 所以大部分的他的诗歌 都表现了对祖国人民 那种深沉的那种优历 一种感识优国的情调 他有所诗叫《秋成》 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描写 歌唱 中国的乡村 虽然到处都一样的贫穷 污秽 灰暗 但到处都一样的 使我留恋 大家想想这些感觉 我们对中国的状况 有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不满 但是有时候 我们又感到深深的 眷恋这个土地 特别如果你们离开 我们这个国土 到了国外 生活时间长了 有时候一回想的时候 读这个爱心这个诗 一定非常感动 你看像我爱这个土地 也是非常忧郁的 但这个忧郁不是 个人的悲伤 是正浸透着时代感 民族意识 这样一种感觉 是一种特殊的 一种很扩大的 一种美 它不是脆弱的心灵 那种哀愁 像五四以来 很多诗歌表达的 往往都是过人的情感 古代诗歌里面 更多的是表达过人的情感 当然表达过人情感的诗歌 也有它的好 也是另外一种美 但是我说的爱心 这种大气的诗人 时代的诗人 它是充满了生活的实感 是一种严肃的痛苦 是一种深层的情细 那种升华 本质上 它这种感觉 不是对人生的厌弃 而是对旧世界的厌弃 所以这种忧郁 和那种对黎民的渴望 是联系在一块 所以我们在很多 现代派诗歌里面读到的 是过人的情感 是那种失落 是那种消沉 当然我们也不叫轻易否定 因为这也是人类情细 表达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在爱情这里 读到的更多的是这种大气 大气派的诗 它是忧郁的 但同时又昂扬的 这是刚才讲的意象 爱情的中心意象 这些意象 寄托 所经常表达的 大量吹现的爱情那种忧郁 我们说它是农民式的忧郁 这种忧郁不是过人的 它是一种感食忧果 是一种大气的忧郁 是